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迷女專家小玉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要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今天要來講講什麼呢 今天要來講講之前老師是不是有教過你們 金光神咒的自己的架詞版 那相信有很多朋友學完了之後 提升自己的能量 那當然相信很多朋友學完了 金光神咒之後 去一些恐怖的地方也不擔心了 因為有金光神咒保護你 但是我們有非常多的朋友 非常有狹義心腸 他們都一直問老師說 那老師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幫助別人 除了保護自己以外 那老師的防身術系列 大多數都是教你們保護自己 而不會去攻擊別人 但是老師今天要教你們的這東西是 你們可以幫助別人 因為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會一直問老師 我們要怎麼去幫助別人 其實聽起來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的粉絲朋友們 都很願意去付出為了別人 那於是老師想了很久 想到一個不用特別的傳承 然後又是古法的這個金光符 來教教大家 那希望大家學完這金光符之後 可以去幫幫別人 但是也要看情況幫忙 不要每個人找到就一直說要幫他畫符 那是有點奇怪的事情 是這個人主動或是有需要你幫忙 你才要去 而不是到處問人家說你有沒有需要幫忙 這樣你會違背因果的原則 所以切記不可以這樣子 來那今天是來畫畫金光符 那在畫的過程中呢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不是有念這個 老師有教大家念這個金光神咒嗎 我們就是一邊念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萬氣本根廣修萬劫 正目成功三界內外圍道獨尊 體有金光符音無聲四字不見聽之婦倫 包羅天地養育群聲送十一遍身有光明 三界四位五帝四音萬神掃一時雷聽 回家上場圈萬其內有屁的雷真名 都會交測武器騰騰 那武器騰騰的時候對不對 金光束縣 護護真人 極極如玉黃光降綠麗刺 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金光符 那剛才的訣竅就是這幾個點有沒有 老師剛才有特別的講給大家 請大家按照這個簡單的符咒去畫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說 有些朋友就會問說 那老師我金光符要怎麼使用呢 很簡單一樣就是可以寫在手上 那可以怎麼去幫助別人呢 寫在別人的手上 一樣照剛才的模式金光神咒 畫完之後寫上別人的那個 咒在他的手上就可以 男左女右 這時候又有一些朋友問了一些老師說 那老師啊 有些人可能遇到一些妖邪作祟等等 我想幫幫他 但是我必須要說 當你做這件事情是有風險的 就是這些妖邪如果沒有處理好 他會反到你自己身上 所以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把影片給他 叫他自己寫 譬如說寫在自己的手上 或是自己的額頭上面 可以去做一個金光符的一個動作 那你在寫的時候如果以避寫來講 老師會建議你用的就是我們俗稱的毛筆嘛 對不對 毛筆加珠沙 珠沙再加一些拜過祖師爺 或是施工的施工酒 拜過神的這種酒 酒再加一些泉水 清泉水不是自然水 來提升他的靈力 調配完之後 因為珠沙本身可以避寫 再寫上了這個金光符 配上金光神咒有沒有 就可以達到驅邪避急的效果 那你平常本身可能自己在修持的時候 也可以寫在自己手上提升自己的能量 寫在別人手上可以幫助別人避寫 那如果有妖邪在別人身上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除別人身上的妖邪 我說是等級弱的喔 但是還是一句話 沒事不要去管人家閒事 叫他自救吧 看老師的影片叫他自己話自己自救 好不好 那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 一樣歡迎你可以在板下留言 給老師 老師很樂意跟你做討論 好不好 那要喜歡老師這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掰掰 一些さら有充滿感 你不信心 你不信心